哈囉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老鐵們跟來聊 哇 今天這一集這個殼 這個品牌也是很強耶 那這一集會介紹 這個也是軍規也是高強度的殼 然後會開箱四個 那所以就是 這個牌就是小老弟們一直想要敲碗說要看的 這個品牌叫什麼呢 這個品牌叫做Eskins Eskins這個是法國的品牌 那這個殼到底有多強 我們今天先講它比較稍微 沒有那麼高規的 可是我覺得就已經很恐怖了 它是3米的喔 這個叫做Hybrid Clear 這個是屬於晶透殼 複合材質的 然後它這個品牌 它是法國人做的 然後它這個我們今天看的 它是3米的 你以為它沒有奪防帥也是3米的 它是最低限就3米 這很強 然後它這個設計者 它就是 都是這種極限運動的啦 所以就是它也是跟你講說 它們的殼啊 都可以保護了 你的一定沒有問題 然後它也有留一些你可以去掃描 他們就是可能IG 他們玩的多麼誇張的 所以這個殼蠻適合運動的人的 然後 它這個殼我還沒看裡面 我看它這個包裝我就整個就傻眼 真的很強啊 它的這種背板啊 它就是Stay Clear Longer 就是說它會很強 長時間讓你保持閃亮和晶透 然後它有很好的抗黃技術以外 它有這個Shark Absorbing 這個就是 它的吸震能力啊 衝撞的吸震能力 它這種六角柱的 它的這個殼的厲害就是 它是做這種 像蜂巢型這種六角柱的 這個就做 Hertex Extra Hertex這個英文單字 是六角柱 所以它都是六角形的 然後它六角形做的很像蜂巢以外 它有兩層 所以它第一層六角柱以外 它裡面還有做這種 紅色這個第二層 所以它這個是超級抗摔的 然後再來它的這個是按鍵 絕對沒問題 Responsive Buttons 就是它的按鈕一定超級好按 然後看到下面這個就頹軟了 這個殼的外 這個外盒就做成那樣子了 三倍的軍規啊 就是這個810G 你們一般看到那種1.22米的 它是三倍 所以它至少3.66 就是3米以上了 Seven Pattons 就是它有七個專利 它有七個設計的專利 然後570個日照的就是一些研究 他們在白天就是對於這個產品有570個研究 然後它有1300次的衰弱測試 所以光看到這邊就傻眼了 這個殼做成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殼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它有很多的顏色 然後它是屬於比較軟的TPU的 然後背板是硬的 這個殼真的很強喔 法國的 然後我們還沒看之前 我們再談一下 就說它這個抗菌也是很誇張啊 它這個5分鐘抗菌就可以60%了 就殺到60了 然後兩個小時後 你的細菌基本上99.99就已經全部沒有了 所以它這個殼的抗菌能力 哇你這如果來運動 難怪它這個是完全是運動的 運動的為運動而生的殼 然後它這個 這個叫做HETEX EXTRA 這個緩衝的這個設計啊 也是超級抗摔的 而且它這種風草的這種設計啊 它有挖空啊 它一定會更輕啊 所以它應該等一下我們來測 它的重量應該很輕 然後它的邊角有做這種 防撞的這種氣囊啊 所以就是 應該是非常非常強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包裝主體 它的包裝也蠻有意思的 它這個是紙盒 可是裡面有做這個很像蜂巢的 摸起來很舒服 所以它這個在開也是 蠻酷的 它這盒子很像不知道哪一種那種紙盒 蠻酷的喔 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就不看了 這個連盒子就那麼強 然後今天這個是 這個是透黑的 我們現在燈在打 但是這個顏色是透黑 所以它這個殼的厲害 就是說它有很多個顏色 我就很喜歡 因為一般的殼就是只有大概 白色嘛 或者是有的透黑 就是黑白兩種 它的殼有很多很多的顏色 所以你們可以去它官網看 所以這個殼會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的顏色也很多 然後它的外觀就是 它這個旁邊這個是軟的喔 它是軟的TPU的喔 然後後面的話是 稍微做一點硬殼的部分 那這個3米的話 我是覺得它會 應該是屬於很輕薄耶 奇怪這個怎麼那麼輕薄 然後它的底部 就是做這種很像果凍這種塑膠的 然後它唯一的特別是 它的這個背板啊 背板我們一般就是有凸起以外啊 它的正面 它的正面也是有凸起的 而且它的正面凸起的比較多 所以它保護正面也會很強 所以它是有點這樣子凸起來的 那其實有些這種歐洲的品牌 或外國的品牌 他們其實他們的那個面板 都是做這樣子凹的這種形狀 那這種的殼會做這樣子的話 都是非常防撞的 然後這種背板都有這種鏡頭 有防止就是摩擦到鏡頭 這個都有做比較高 然後後面有它的Eskins這個標籤 它是一個沖狀的這個材質也蠻 也蠻酷的 蠻做的蠻細的 它不像一般的蜂草 它做的更密 我們先看一下它多重好不好 那我們一般會來看就是說 原廠的那個皮革的話 大概22點多 原廠的皮革我們會認為它很輕 那看這個殼它多重 哇22.8 哇這個殼跟原廠的那個皮革一樣 所以它超級輕的 可是它的防摔能力這麼強 22.8 哇它這個那麼輕又到3米耶 哇所以它是非常輕的喔 好那我們來裝看看 好那裝之前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一鏡到底嘛 所以就是我還是建議說這種殼 我最好是擦乾淨再去再去安裝 好 看一下它在裝 在裝也蠻輕鬆的不會很困難 哇它這個殼手感很好耶 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拿過一種殼 它是 就是它是TPU的 可是我們一般拿那種TPU它的手感 就不會那麼紮實 它這個手感非常非常紮實耶 而且它是很柔軟那種 軟中帶硬就是不會黏黏那種感覺喔 哇 喔這個運動啦很好耶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細節 它的這個螢幕啊它是非常高的喔 保護螢幕是非常多的 一般這種 薄的TPU殼它的螢幕沒有那麼高 你看它這個保護的算蠻高的 然後它的 正面的四個角是有凸起來的 所以它正面四個角是凸起來的 所以它正面四個角是凸起來的 然後這個就是防撞的這個 蠻漂亮的蠻漂亮的 重點是它的手感很好 然後這個背板啊 這個因為我現在這樣照 所以有點髒髒的 你們去清一下就不會 喔那但是我在摸它這個背板的時候 我感覺到它有一個 好像一個什麼樣的塗層 好像一個防 就是一個防硬還是什麼 防刮的一個塗層喔 喔所以就是 這個塗層也不錯 然後背板的話就是它四個角 有稍微的凸起 可是它四個角的凸起 反而沒有做那麼高 有的它做很高你在摸會刮手 它這個做比較低 所以比較不會那麼刮手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運動真的很不錯耶 那這個透黑的裝黑的殼也蠻好看的 透黑裝這種黑的殼 蠻漂亮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按鍵 啊我的天啊它這個按鍵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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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按的啦 它這個按鍵你聽的聲音 超級輕鬆的 它這個按鍵不知道怎麼設計的耶 喔超級好按的 它這個按鍵沒問題啊 這按鍵超級超級好按的 以外就是 哇這個回饋感真的很棒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MagSafe好不好 來 貝爾金大大上場了 MagSafe MagSafe MagSafe是可以的喔 還吸得住耶 MagSafe還吸得住 我看橫的可不可以吸得住 MagSafe是可以吸得住的喔 而且是 還不錯 還可以 但是我還是不建議說這種殼啊 它如果沒有MagSafe的標誌啊 我還是會建議說 盡量還是放在桌上 那我們看一下無線 無線也是一定可以 所以它的MagSafe跟無線是可以的 哇 所以今天這個殼 哇我覺得可以耶 非常可以喔 運動的啊 如果你喜歡運動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入手一個這種 哇 這個摸起來很舒服耶 其實它這個殼 這個摸起來很像一種 就是 TPU的殼 然後掺雜一點硬殼 可是不會黏黏的感覺 它跟你那種 年價的殼 比起來差很多 這個手感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殼 可以推薦這一個叫做 Eat Skin的 這個是比較屬於輕薄型的 Hybrid Clear的 然後它是3米的 但是我覺得真的已經很強了 光看這個 專利跟這些東西 就是真的很棒 所以今天就推薦給你們這個殼 所以就是說 那官網的連結就是會放在下面 我覺得這個殼我會最喜歡的地方 其實就是它的 這個手感啊 然後就是說它的這個顏色 這種 我會想要一種這種軟殼 可是又不要太薄 可是又要輕 然後又有一種紮實感 然後它的顏色又多變 那你可以選這一個品牌的 好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了 這一個顏色的 這個顏色 這一個顏色 是